十二年国教在明年上路 七成五的国中生将免试进入所在的就学区 同时也规划了共同就学区 让临近其他县市的国中生 也可以由中学提出申请 但是有关于超额比序的采计分数 还是引起了争议 十二年国教实施后 全国有十五个免试就学区 为了维护学生权益 教育部在全国教育局长会议 特地请各就学区积极延伤 共同就学区范围 学生如果住在免试就学区交界处 只要国中统一提出申请统一后 就能执行 但桃园县教育局指出 问题不在共同就学区范围 而是免试超额比序 就进入学积分的争议 共同就学区的学生能不能比照免试就学区计分 新北和桃园的学校与家长立场不同 间接述连强议一直没有共识 对教育部要求六月前提报结果 桃园县希望中央出面协调 介绍会沈志明嘉义报道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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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